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时突然生了一场奇怪的病 省委书记立马找来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了 可在他诊断出病情准备用药的时候却提出了三个要求 而且必须让毛主席亲自答应才行 否则他就拒绝用药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老中医提出的三个要求是什么 主席答应了吗 事情发生在1957年的夏天 当时毛主席在青岛准备参加一场重要会议 但是来之前一路上的奔波让他有点疲惫 再加上当时炎热的天气 于是到来之后便打算去往当地的海水浴场进行避暑休息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清凉的海水并没有让毛主席感到轻松 反而感觉身体比之前更加疲惫 当时他老人家也没有多想 以为就是普通的着凉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 甚至还开始失眠了起来 随行的保健医生健壮立刻就明白了 这并不是普通感冒症状 于是便开始为毛主席治疗 当时这个保健医生用的是西医的那一套治疗方法 但是并不管用 主席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而当山东省的省委书记书童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则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庆幸的是他本人对于中医是有一定了解的 于是他便提议 让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老中医刘慧民逝试 由于毛主席本就对中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于是便接受了书童的这一建议 而刘慧民也不负众望 在把脉之后就直接找出了病根 他说道 主席这是积劳成疾 西医是治不了病根的 甚至严重的时候 想起到缓解的效果都不行 必须运用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 比如针灸 果不其然 在经过了初步的治疗之后 主席的病症有了一定的缓解 也不失眠了 但是要想彻底根除 就必须继续用药 而有一点大家非常担心 那就是刘慧民之所以在当地非常有名 一方面是医术经浅 另一方面就是 他在用药方面常常见走偏风 药方中经常有些毒性较强的药材 那以毛主席的年龄 以及身体状态 他能承受得了吗 对此刘慧民提出了三个特别的条件 必须得到毛主席的亲自应允 否则就拒绝用药 那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1957年 毛主席在青岛游过勇之后 就得了风寒 病情来得飞快 吸一点效果都没有 只能让中医试一试 但老中医在治疗的时候 却提出了三个条件 并且还必须主席亲自答应 否则拒绝用药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第一个条件 治疗方案可以给 但必须由省委书记 书童的妻子进行安排 第二 必须由省委书记 书童的夫人 亲自到药店拿药材 第三 必须亲自看着毛主席服下 其实 面对这三个要求 大家也没有什么意义 都是为毛主席好 而书童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也急忙说到 刘大夫的药方 虽然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我之前也吃过 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出现差错 就拿我夫妻俩问责 大家在看到书童的态度之后 便将这一决定 告知了毛主席 而毛主席听后 却幽默地说道 既然有书童同志担保 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开始治疗吧 于是书童的夫人 便按照刘惠敏老中医的嘱咐 从药材的抓取到熬治 她都非常谨慎 生怕有一点差错 而当药汤端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她则一眼而见 丝毫没有一点犹豫 就这样三天之后 毛主席的病症慢慢得到了好转 心情也比之前舒畅很多 并且对于书童夫人的用心 以及刘惠敏的医术 都给予了赞扬 其实毛主席对于中医的信任早已有之 这也是 他能爽快答应刘惠敏用药要求的原因 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毛主席对中西医两套体系 就有了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中医理论过于深奥 因此不易于常人理解 而西医虽然一理清晰 但却很容易忽略人的整体性 因此中医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 而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行 并且在红军那段艰苦时期 战士们生病的时候 哪有什么条件用西药啊 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 采集当地的草药来治疗的 所以在实践中 已经足够证明中药的功效了 对于中医的肯定 自然就非常深刻 而在建国之后 毛主席对于中医 则又进行了一次身体例行的肯定 当时国内的一些专家说 中医补卫生 呼吁废除 但主席力排中医 甚至之后 还让中医给自己做了眼睛手术 可见 主席对于中医的信任于肯定 1957年 老中医给毛主席看病 并且提出三个特别要求 出于对中医的信任 主席爽快答应 其实毛主席的一生 都在提倡中医 不仅是自己 就连当年红军部队的伤员 也基本上都在用中医和中药治疗伤病 比如当年反围剿的时候 红军医院收留了200多名伤员战士 当时用的就是当地的草药救治 而在延安的时候 毛主席患上风湿 胳膊都抬不起来 虽然主席有条件用西药 但是却没一点用 最终还是通过一名叫李鼎明的中医大夫 给治好的 当时李鼎明仅仅通过切脉 就脱口而出 仅四副药就可以消除疼痛 虽然身边的西医听了都不敢相信 但是事实却如李鼎明所说 在四副药用完之后 毛主席感到全身轻松 胳膊也能自由地活动了 经过此事 毛主席对于中医更加推崇 一方面是被疗效震撼 另一方面 中医对于战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毕竟以当时艰苦的条件 能及时得到药物治疗的 只能是中医 此后 毛主席就让李鼎明在部队中 大力推广中医治疗 甚至还培养出了多名中医人才 可以说 毛主席一直都在身体力行地推广中医 建国后的1953年 毛主席曾在杭州休息时 又一次肯定了中医的贡献 他说道 中国对于世界的三大贡献中 中医居首位 并且在一年过后 毛主席还要求 将有关中医的书籍 进行整理保护 以免失传 后来毛主席患上了白内障 采用的也是中医的 真波手术治疗 当时负责治疗的是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唐游之 在简单给毛主席 介绍了手术过程后就开始了 当时毛主席还打开了扁唱机 随着京剧李灵碑的响起 不知不觉 手术就顺利完成 后来唐游之为了改善毛主席的势力 还专门配了一副眼镜 就这样 毛主席又能清晰地翻阅报纸了 所以看得出来 毛主席对于中医的态度 一直都是非常推崇的 并且还都是亲身实践 所以 有些东西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 宝贝